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电影 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侃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诺兰的非常成功的影片之一 顶尖对决 那讲的是一百多年前 英国在英国身世上层社会中流行的魔术师的之间的故事 而在这个影片中 在我个人认为 诺兰用他读到的电影语言的手法 揭示出人在奔向成功过程中 充满了自私贪婪乃至邪恶凶狠杀虐 通篇当中揭示出来是人性中恶的一面 这恶的一面却与我们人的肉体相连 而其中能够展现出你隐隐约约能够感受到 人的灵魂的一面的圣洁 但是我自己认为在诸多的诺兰的影片中 这个影片是表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相当到位 在涛格侃电影里面的诺兰经典作品的分栏中 您可以看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上期节目开场白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过中港足球队的比赛 我曾经开玩笑说说那概念 他为什么两场球踢了八回柱子 对吧 那肯定是教练尽心尽意 尽职尽责 为了提高中国队的射门之水平 因为中国队这前封线上老打炮 这个没法弄 对不对 落下病根了 所以相信这一任教练 为了改变他们这种丑陋的习惯 所以让他们打柱子 射柱子 所以平常训练的时候 得踢着准的 那根柱子 训练场上都是柱子 要不然踢树 贼准 看见树他就放不过去 看见柱子他就想往上踢 所以出现了两场球 两场跟香港队 踢了八回柱子 那真是跟你说硬碰硬的 那东西没有任何掺甲 没有任何山寨 对不对 两场球踢了八回柱子 精准到什么程度 球门这么大 柱子这么粗 他踢了八回柱子 他就没有一个球能蹭进门里去 我跟你说得给人发奖金的 你不发奖金对不起人家 对不对 这不可比的关系 而非常有趣的 大家知道习近平喜欢看球 对吧 习近平还进行了足球的深化改革 那足球的深化改革呢 非常有趣的是 负责足球深化改革的派了一个政治局委员 谁呀 刘延东 刘延东是女的 所以在习总的眼睛里 整个足球体系的人 这群老爷们 只能让女人领导 因为这群老爷们 在习总的眼睛里 可能真不认为是老爷们 没准是 那政治局委员当中 就那么二来个 他没几个女的呀 他干嘛让一个女的去领导男人的运动啊 因为今天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 纯男人的运动都不是爷们 有人说骂人的 活他干了 对不对 活他干了 就像我说那道理似的 一个政体一个国家 给大家的孩子吃毒奶粉 这群当地的 出门就不敢替他儿子替他丫头说句话 而他的儿子 他的丫头可是独生子啊 在当时啊 你是爷们吗 然后出去全世界抢奶粉 人家说你这不对 你那时候是爷们的 你这是自由社会 你为什么不让我买奶粉 一副欠打的样 真是遭人恨 那你说如果习近平要 他要是个爷们的话 他要不派个女人领导你 领导男族 他也对不起你 你听着不好听 对不对 活就这么干 那如果是这么个东西 那你说谁跟你对垒的时候 谁爱你呀 他怎么爱你呀 纽约时报有篇报道 文章听不这么说 中港球赛折射出政治对抗 球迷高呼 我们是香港 那文章挺逗 一开始说是梁振英要去菲律宾开会 结果在机场 记者问他的第一个问题说 今天晚上要踢球 你是支持哪个队 梁振英眨眨眼睛说 很可惜去了马尼拉之后 我们问了一下 在那里看不到球赛 他要不是共产党员在邪门的 我跟你说 永远不会说正常人说的话 那个党性扼杀人性 那个这东西是玩真的 真的玩真的 文章提到说 换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当中 相信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打 但是今天不是 所以作为这个梁振英 他懂得中港足球比赛 已经成为了政治对抗 那这种情况下 梁振英就会这么说 文章主要提到一个概念 这场比赛代表了我们多年来 对中国的不满 这是香港的一个球迷说的话 这个人36岁 这里其实是把中共跟中国 人家就这么说了 因为是你共产党宣传的 爱国主义宣传的概念 是这么讲的 对不对 任何一个外来的部分 包括香港 包括台湾 包括海外的华人 只要向共产党说不 他就跟你说不爱国 这就是共产党宣传的很简单的理论 这也是网络上爱国主义者们 随便乱喷的一个基点 就这么点事 对不对 那作为香港本身 我们知道今天拒绝的是中共本身 大概晚上八点钟比赛 五点钟的时候 球场已经坐满了 球迷 而绝大多数是香港的年轻人 他们借助这样的机会 表达他们真实的情感 他叫政治对抗 我说不是 这是人性 与中国共产党的魔鬼之性的对抗 那香港踢平了 子党胜利 道理很简单 他们在表达一个含义 你共产党想吃掉香港 每一个香港人绝不接受 根本不是一场球赛 而今天的天意 就是这么个天意 今天中共代表的球队 他能踢八次球杆 他能踢八次柱子 他就不能进一个大门 这叫天灭中共 你懂吗 命运不在你手中 命运能折腾死你 苍天之上在告诉今天 每一个看球的人 要懂得这样的道理 要在你现实生活中 把这样的道理注入其中 再看待现实发生的一切 排名八十几位的 对垒着排名一百多位的香港 横竖都能吃掉他 谁都懂得 但你今天就吃不掉他 就气死你 难道就不懂 据说 国内的那个球队的什么 大门啊 用了大写的字母 是骂人的话 爱国主义 必带着他妈不穿内裤而出现 这是我们大家讲过的 就是这东西 你没招 就是这东西你没招 所以这样的对抗 这样的出现 无论你记忆多高超 无论你记忆多么强过对手 当你不在天意上的时候 当你不能顺应今天天意的时候 不整死你 对不起你 那巴黎恐袭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 法国总统直接说 法国与恐怖主义正处于交战状态 昨天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那法国那现在就处于一种战争 类似战争状态了 大家要直接面对这样的现实 在法国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包括比利时包括德国荷兰都有着相应的行动 而在比利时的行动呢 相对的就更加规模就更大 而我们看到的这些枪手就是这些屠杀者 其实在此之前都包括法国部门和比利时的相应的安全部门都有他们的资料 结果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而最新的状况 法国的安全部门 应该是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之内 在巴黎市郊外的圣德尼市 展开了突袭 打死了两个人 那抓了几个人 那直接其中有一个女的呢 据说是这次行动煮饭的老婆 把炸弹绑在自己身上干了 死了 那而现在被抓的和被打死的人当中 有没有这个煮饭 在我做节目的时候还没有披露出来 而这个纽约时报在今天同样登出来四五篇有与这个巴黎恐袭有关的内容 他提到一个说法 巴黎事件主谋的亲属说 我们希望他死了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渗透到具体家庭 完全以个体的概念出现的这么一个现实的场面 这个叫阿巴奥德的人 据说是这个巴黎恐袭事件的煮饭 他的家人在去年的秋天 2014年秋天得到了来自叙利亚的消息说 那他已经加入了伊斯兰国 在战争中死了 全家人非常高兴 因为阿巴奥德在他们的眼中是不孝之子 被他们厌恶 他的姐姐说 我们都祈祷 他真的死了 但实际他没死 他从叙利亚 透过比利时回到了欧洲大陆 然后出现了这件事情 那至于他是不是跑掉了 还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法国的在巴黎事交的这一次行动当中 是不是有了结果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他是这么个人 对吧 而说他是这么个人 你按照教宗的说法 说这些人都不是人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是魔鬼的概念 那他的行为就是魔鬼的行为 而如果作为真正有神论 相信另外空间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样的人是被魔鬼附体一样 那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有这个成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